原来我会吃起 那是一碗吗 它那种滚筒似的 现在的三十六碗 没你还可以买这种鸡子 没你带鸡子才叫我们的干很大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位大叔想花22万 买下这台江苏老板 用了五年的二十苏格鸡 这个苏格鸡的品牌是羊马 据他自己刚刚讲 他对这台苏格鸡还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我就想问问各位网友 那么大家觉得 就是以前这台苏格鸡 它还值得22万吗 而且已经用了五年了 这个大叔之所以想买他这台苏格鸡 主要是这台苏格鸡已经在 他们这边输了一段时间了 他对这台苏格鸡的 不管是进度还是操作 也不会浪费这个骨子 都是比较满意的 都是实际看到的 最大的优势他在哪里 就是他自己是本地人 而且这台苏格鸡是外地的 外地的人来这边都收得了 他作为本地的人 他刚刚也说了 如果他买下来 那么以后这边的铁也就是他来苏格 他苏格的话 今年这边这台苏格鸡在 他们这边已经算下来 是赚了一万多块钱 那么用他这么来算的话 他自己买下来苏格鸡 光他这边就可以赚到一万多块钱 再加上其他地方输购一下 一年可以输购两三万 那么22万一年算下来 也只需要六七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本赚回来 我劝他是不要买 但是他说这台机器 好好在什么地方呢 小巧年龙 不像其他输购机那么大 而且这种输购机 他不会浪费粮食 因为这个输购机虽然小巧 但是对于输稻谷来说 他不会浪费一点点 这就是他看中的优势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他输购的这个机器 他这个稻草 他不会浪费掉 而且是整整齐齐的摆在这边 所以说对于养牛农村 人来说这些稻草都可以 还是二次利用的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输购机 为什么劝他不要买 他往往小巧年龙 是他优势也是他的缺点 大家可以看到 他每次输购 只能输购两排的稻谷 这样的输购效率实际上是太慢了 跟那个国产的沃德比起来 那这个输购的时间往往差的很多 那么大家也刚刚也看了 这输购机就输命前 这个不大的一亩 这个稻田 他花的时间也是相当的多 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输购机 那个滚铜似的 我相信一下子全部都输掉了 目前这位输购的话 还是对这个比较满意 不管我怎么说 他都是觉得这个输购机比较好 那么大家觉得 对这个台输购机 有董华的朋友 可以给我们评论一下 我也告诉我叔叔 他这台输购机用了五年 到底还能不能 20万能不能买 值不值得买 这个输购机是什么品牌的话 是日产的进口的羊马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拜拜